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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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众请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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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灵言经》是很欺人说的 真的很深的 好像很多人都很少说 像五十音魔那样 大家都不敢说 因为太深了 我也很想说 但我也怕大家不敢来听 说十几堂真的很深 通常一般说两堂就说完 如果你要深说来说 至少十几堂才能说完 现在我们说《耳门言通章》 观世音菩萨能够 闻分闻修金刚三昧 即是反闻闻自圣另一种的法门 所以它能够成就上合下同 有两种殊性的功用 我们下面就讲到 观世音菩萨所起的大量有三十二种的应身 我们上面已经解释过 观世音菩萨能够现四圣的身 所谓现佛身 现独角身 现圆角身 现声闻身 这一次就是现四种的身 它能够成就咬肉 成就厌尼 对于众生是 欢喜哪一样东西 观世音菩萨就事现成就 它这个好咬 有些众生是很讨厌这一类的 譬言 讨厌自己本身 以是就亦成就 它就厌尼 观世音菩萨 他善天身有七种 善人生有十二种 善八部 稍后我们讲到八部 十二种 他说人非人等身 总共有九种 加上三十二种 应身 就是观世音菩萨所愿的 这七种 就是善的天身 十二种善的人生 善九部众 是天龙夜叉拳踏佛 阿修罗 那些九部众 就成为三十二应的应身 本来菩萨 是应身可以无量 因为众生的根性是三十二种 所以他应三十二种 我们上面有讲到 成就咬肉 观世音菩萨能够成就众生 所好咬 他愿意生天堂 观世音菩萨现身为他说法 或者他希望能够做天上的肉王 或者是凡王帝式天大将军神 等等 观世音菩萨都能够示现 为他来说法 现在我们讲到 就是第七种 七种的天身 上一次讲了六种 现在请大家看 打开经文 第174页那里 第七种就是 这个皇太子 若知众生 欲生天公 驱使鬼神 我依比前 愿四天皇身 愿四天皇国太子身 以为说法令其成就 就是愿 第七种的天身 就是 愿天皇和太子身 世间的国皇 也有他的皇太子 天上的天皇也都有他的太子 而一类众生 若知众生 爱生天公 他这个就是 喜欢生上天上 生上天上是做什么呢 他说是 只求享乐 他又欢喜驱使鬼神 他能够希望 是有力量去驱使 即是说去管那些鬼神 管那些鬼鬼 恶鬼和恶神 令到 不止令到 他们在世间那里作怪 扭连人民 过去很多时 世间有时有外国的敌人来侵略 有时也都有自己 那些鬼神来捣乱 有些人觉得 这些国土受到这么多鬼神 妖民乱国 所以他就希望 能够驱使 使那些鬼神 令到那些鬼神听话 观世音菩萨他说 我依比前 宴四天皇国太子身 他就宴四天皇的太子身 即是他的国太子 四天皇的国太子身 为他说法去现这个 同一样 令他成就 那么以这个国太子身出现 出现了 现这个身同一样 是因为他本身 是做到国太子 可以统领鬼神 教他怎么去 韩服鬼神 为他示现 令到他成就 四天皇的国太子 就是胡适四天皇 他的太子有很多 说他有九十一个太子 我们听到有九十几个太子 他的天人出生 就不同于我们人间的那个胎生 他可以从那个头那次生一个胞 生一个胞出来 他就可以化身出来 在《大智道论》也有说到 这个四天皇他的太子有很多 在这个唐朝天保年间 在外国有很多外敌来侵入 当时唐元庄就下诏 要招个不空三藏法师 入这个太内 即是这个太内两个 即是进入这个宫中 问他如何去破敌 当时不空三藏 就说最好就是念 这个《护国仁皇般若经》 《护国仁皇般若经》里面有陀罗尼咒 当时不空三藏法师 他很专心专意 就纵持《护国仁皇般若经》的 这个陀罗尼咒 刚刚就念到 念了二十七遍 念到第二十七遍的时候 忽然之间 那些天象 有成几百个这么多 来到这个唐元庄的面前 皇帝就问他 你是什么人 他说 我就是北方天皇第二个太子 他的名叫做独建 他统领天兵天将来破敌 可见到他真的有这么灵 又这么应验 也都证明 四天的天皇是有他的太子 通常我会说到封神榜 有一个罗渣 又叫做拿渣 他踏着封火轮 佛经也有说 四天皇太子 其中有一个叫做罗渣 也都是护国 保护国土 可能被人作为小舌 他就采取佛经那些名字 更加去神化 来说出来 又在唐朝道信律师 他持戒非常精严 有一次他走到 在山那一处那一处 一时不小心 就失足跌落了山崖之下 谁知道突然之间 有一个人就托着他 救护他出来 就问他 你是谁 你这么好来救我 他说 我就是四天皇 是北方天皇的太子 叫做秦庆 因为你持戒清静 所以我来救护你 记录在高僧展那里 在高僧展有这些故事 观世音菩萨 如果知道一个人 他的愿望是保护国土 他就愿国太子身为他说法 教他 亦要归依三宝 持齋戒煞 或者靠一种扶咒之类 去驱使鬼神 以示就是说 是说了七种的 说到这里 就是说到这里 第七种的天生 以下呢 现在下面我们说 说十二种的人生 人皇生 这里全部就是 请大家看经文 若知众生 咬为人皇 我以彼前 然人皇身 二为说法 令其成就 一类众生 他喜欢在这世间做人皇 就是说做皇帝 做领导 在这些人皇 是有转伦姓皇 也都有那些 那些 缩伸王 就是转伦姓皇 现在世间就很少 转伦姓皇 转伦姓皇就是真命天子 他有 转伦姓皇的出世 就是天下 天下就是太平 其叫做缩伸王 就是说 好像缩米这样 散开那么多 好像现在这样 这个世界有些就是叫做 皇 有些就叫做领袖 有些或者是叫做总统等等 都是统领天下 有些希望 是能够 做人间的主人 就是做皇帝 去时候那些 就是称为皇帝 但是他希望做皇一定要有德 有行所谓以德为人 就可以叫做为皇 而如果你用武力去霸佔别人 那些叫做霸王 现在 他很想做人王 他就是 说这个德人 就不想说世间禁连 或者看到现在的世间 那么多人民受补 那么多人民受补 仓生 受到这个 那么不好 他要平天下 护人民 想做一个有道之君 他有一种心愿 就是想做人王 观世音菩萨说 我依比前 现人王身 就现出人王之身 为他来说法 令他成就 教他修辞 修这个辞戒 修这个为贵之恩 怎么叫做贵呢 通常我们会说富贵 富贵两个字合起来 其实富以贵是不同的 有时是富而不贵 或者是贵而不贵 好像很有钱 大富翁 但是他是 没有名义的 没有地位 没有权势 他就是 他不是叫做贵 或者他虽然是贵为官 但是他是廉洁 但未必是有钱的 如果你要做王 就是贵 所以你要修贵的恩 修贵的恩 一定要尊重人 不要供高我慢 对人要一种尊重 立下帝王的得业 所谓礼言下事 这样 这个重置一重 就可以做人王了 观世音菩萨知道 这个人想平定天下 他是以仁得利老立世 所以他就令到他成就 做这个君主 例如 有些人我想做君主 他又想谋朝散位 这些是观世音菩萨一定不会帮助他 成就他的一样 不会帮助的 请大家看经文 若知众生 爱主俗性 世间拥护 我依彼前现长者身 以为是法令既成就 第二种 这个人生就是长者身 有些众生 爱主俗性 主的字就是统领 这个俗性 即是大俗大性 在印度 有四性的阶级 所谓 撒帝尼 婆罗门 这些就是最高贵 但是如果我们中国 也都有大性大俗 在这个俗之中 他能够得高望重 那就是为 就是所有人所尊的 好像世间那些年纪长的 他有经验的 自然就为人推崇他 做一个俗老 这个就叫做俗宗为人推崇 推崇他 所谓朝廷莫遇将 轻党 就莫遇此 为什么呢 在朝廷就是说他 着位高而不高 就叫他轻党 即是这个 乡党就是 这个乡村的党 乡党 就莫遇此 最重要就是他 他是年事年岁已高 所以在村中 我们的村人 很尊重 哪个年纪老的 就尊重他做俗老 有什么事呢 那些俗老要排烂解分的 就请那些俗老出来 来排解 有些 有些就 喜欢做俗老 做主族的 主族性的 为世间人所推荣的 因为他有他的地位 又年高得众 所以大众 就尊重推荣他 个人 这个人 如果 不断喜欢做主族性 世间就推荣他 观世音菩萨 现这个长者身 为这个人而说法 为他说法 在印度来说 长者要具足十德 维摩经那次已经有说过 长者有十德 上敬下归 上者就是国王 都尊重他 在下的人 人人都归信他 他又是大富 又是大贵 又有礼貌 又得人心 即是 他好像 现在那些做着事 专为世间慈善的 来到建设 为得人 这样就称为长者 观世音菩萨 现长者身 为这些人来说法 你要大众推崇 你一定要你自己有得行 所以就为他说法 教他怎样才可以 可以大众来推崇 如果你没有得行 就算年纪高 都得不到人尊重 有时候说你都老又蒙 即是老又蒙 耳又蒙 热来热蒙 谁会推崇你呢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或者当你说 你都做人 做人老而不端正 都不端正 你想人推崇你都不行 但是如果你要人推崇你 做大众的族长 你想观世音菩萨教他 你要博爱 这个是祭祭 为众生 要好施 要扶贫 所谓 亲亲 亲人民 每一样都教他 你就可以做到族长 为人尊重了 第三 居使 若知众生爱谈明言 清静自居 我依比前 言居使身 以为是法令其成就 就是言这个居使身 是人中之中 观世音菩萨 言第三种 若知众生 是有一些人 这些众生就包括一切了 但是最主要就是 讲人类 爱谈明言 他欢喜这个爱字 即是喜欢谈说 古今的典章 他很喜欢谈论 这些历史 过去那些名人雅士以前 那些是言 言说 这些章句 可以为人做些无范 这样 爱谈明言 以这些古典章句 来到 奋斗后世 所以他就爱谈明言 以这个清静自居 他是 他在这个世间 不是宽理 他不宽理 好像那些普通人一般般 去追求这个名利 他喜欢是独自居 就是不是这个功名 对功名很淡薄 以守道清静 以这个来守道清静 观世音菩萨 见到这种人 是这么清静 好谈这些古分 去领导后世 所以 而这个居士身为他说法 令他成就 讲到佛法 传到我们 讲到佛法 传到我们中国 我们在家修行 普通的称为居士 就是说他是清静自居 其实 称一个人叫做居士 都不是容易的 他能够首度清静 隐居 不求名利 这些通称叫居士 好像旧阵时李太白 他自称做青年居士 好像欧阳修 他又说是六一居士 后来我们中国 那些未出家的 学佛的人 他都能够 持戒清静 清静自修 所以也都专称 他做居士 观世音菩萨 也都现居士身 教他这些欢喜 爱谈明义的人 使他能够成就 清静自居 教他 是韬光养晦 如何去修心养胜 就令他成就 欧知众生 爱自国土 否断邦淫 我依比前 现宰观身 以为是法 令其成就 现宰观身 有些众生 爱自国土 爱自 即是 欢喜 治理国家的政治 他觉得 世间 或者很多 是不公平 所以他希望 是能够 为官 为宰相 是帮助国王 是治理国政 所以他爱自国土 否断邦淫 这个邦淫 两个字就是国家 所分出来 一邦一邦 好像 现在 或者是 省 园 府 那些 有些省长 有些园长 有些园官之一类 他否断 他能够 做一言之官 或者是 官长 院长 省长等等 他就 要为民 来判理 是非 好像包公 那样 他就为民 来分辨 邪证 有些冤枉 他就为他 来分判 所以叫做 所以叫做 否 好像 解否 分判 判断 他的善 或者是恶 这些就是 这些是不是害人呢 这些是不是 受到被人来到冤枉呢 那就去判断 这个邦淫 想做一种 忠君爱国 去慧民 所以观世音菩萨 亦都依比前 现这个载官身 现这个载官身 即是现种种的官 即是 怎样做官 就是做一个 很廉政 所谓名镜高原 不要冤屈 那些人民 教他怎样 要怎样去清廉 爱民 教他一种方法 令他成就 让他 真是做一个 忠爱联名的好官 请大家去看经文 若知众生 爱知数述 舍户自居 我依比前 现婆罗门身 二位说法 令其成就 这个是第五 现婆罗门身 有一类众生 他爱知数述 他欢迎学一种数述 和数述 这个数述 就是他想学 天文地理 阴阳算数 知道这个时势是疑何 天文地理 世间的转变 这个就是气数 是疑何 这个叫做数 好像旧阵时 好像刘百温 诸葛孔明 他知道天下的气数 术就是说 这个术字就是 医生 他能够医人 或者能够帮人看相 或者是炼气 这样就能够反老还童 叫做 舍户自居 自居即是说 他专门学 一种东西 一种东西 好像现在 专门学气功的 有些人专门学道家的 有些人专门去修持 去练丹吸气 做一种专家 就是等于现在说的专家 观世音菩萨 他也会为他说法 使他成就 他说 我依比前 现婆罗门身 二为说法 令其成就 为什么现这个婆罗门身呢 婆罗门就是印度一种婆罗门的婆罗门教 这个婆罗门的凡语叫做婆罗门 翻译叫做静行 因为婆罗门他 就是说他是凡天的身 凡天就是翻译叫做静 他是说在凡天 他是凡天的种族 就是后代 又叫做凡智 婆罗门叫做凡智 因为他的志愿是修行 将来会生到凡天 所以就叫做凡智 那这些婆罗门 他有一种的素术 他能够涉护自居 他也懂得天文地理 懂得教人如何修精氧气 练丹氧气 所以观世音菩萨 现婆罗门身 为他说法令其成就 请大家看经文第六 比丘 若有男子好学出家 持之戒律 我依比前 现比丘身 二为说法令其成就 观世音菩萨 现这个比丘身 这是第六种 有些男人 即是世间的男人 他觉得世间的层俗 是很多妖恋 很难清静修持 所以他就好学出家 好学即是表示他 欢喜学习佛法 佛教三藏十二部经典 如果不是精心去研究 不是那么容易得益 所以他好学 由于好学 就不想有家庭 凡所来扬连去水 他就愿意出家 持之戒律 他出家 男人出家就叫做比丘 他是男子出家 最初第一步是要做 出家第一步是做沙眉 持戒就是收持这个十条的戒律 再受这个巨足戒 就叫做比丘 就持二百五十条的戒律 观世音菩萨看到这些人 他有这个志愿 于是他就现身 现个比丘身 为他说法 令其成就 现一个出家人的比丘身 与他来接近 事上讲出出家持戒是怎样好 出家持戒就是为世间的福田 来赞叹凡行 清静 这个凡行清静的好处 将来能够了脱生死 使他出家自然更加坚固 所以成就他 或者我们会问观世音菩萨 他现身 究竟他现出来 是不是无形无相 或者好像突然间出现 一会儿又不见了 观世音菩萨 他现身就是不可思议 就算你这么熟悉这个人 你都不知道他是观世音菩萨 现身 总言之你知道有感 总不知 你如果有这样的自然 你异到有个比丘 为你说法 令你的自然坚固 这样 这个就是你的善知识 无形之中 就好像观世音菩萨 感化你一样 是能够令到你出家自然成就 有时有世间上很多人 他以为想出家 虽然想出家 以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有时被业障所牵 你想出家 这个自然都未必 那么容易能够成就 有很多人说 我何时就想出家 结果能不能够呢 他就有些障碍了 那里又有障碍 这里又有障碍 无数的障碍 似乎出家 剃光了头就行了 剃光就可以了 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 是不是那么容易 圆满了你出家呢 所以如果你有自然要出家 怎样可以能够成就 现在说 观世音菩萨会现 这个彼丘身 为你说法得到成就 但是一定要有几种的基感 然后有感应 在这里的经文 因为讲观世音菩萨有应 其实 其实有应就要众生 能够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你能够念 观世音菩萨名号 有感 就得到有应了 即是以上所说 我想做天王 那你怎样得到观世音菩萨感应呢 亦都要你闻名及见身 常念 恭敬观世音菩萨 然后呢 就得到观世音菩萨来应机 为你说法 乃至到说 我现在是男人 我想出家 我不想在这个世间 这么多的妖恋 我要了脱生死 你说我想 但是 为什么 这么多障碍 不能够成就 你 如果真真正正 有这样的自然 亦都要念 清念 观世音菩萨 然后就得到感应 观世音菩萨 令到你有机缘 可以成就 做一个比丘 请大家看经文第七 比丘利 若有女人 好学出家 持之禁戒 我依比前 现比丘身 二维说法 令其成就 他就是现比丘利身 有些男人想出家 是这样 亦都有女子 即是女人 亦都好学出家 好学出家 如果你出家 一定以持戒为根本 所以就要持之禁戒 不是说 我求出家 就互作乱为 我出家 就自然有人来供养 我什么都不用做 我不知道有多空 不用家庭这么多事务 是不是这样的目的呢 而好学出家 先先就要持之禁戒 所谓学三学之中 以戒为基础 所以就要学戒 再加 既然是厌恶 这个陈奴 同时女子 还有所谓 五丈之身 所以他好学出家 所以他好学出家 但是女子出家 第一步就要做什么 色叉摩 摩罗 乃至到做沙微利 就要守个十戒了 至到比丘利 要守三百五十条戒 而比丘利还要修学百境法 观世音菩萨 知道这个人 是好学出家 有心收道 这事 这事就依其前 然这个比丘离身 为他说法 令其成就 出家不是那么容易的 好似很多人问我 我好没有出家 我说好 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现在好像台湾那样 有很多 你过了三十五岁就不收你 老来出家 很多自然都不收 为什么呢 自然要养你 还会有人服侍你 是陀内自然 除非我真的 我真的要好些持戒 好些学经教 我去做些事 希望能够练乏了脱生死 有一个好清静的道长 又有人肯收你 几十岁都有人收你 那你真的好好出家 也没有问题 这里有讲到 比丘 比丘离 丘婆失 丘婆义 请看第八 若有男子 咬慈五戒 我依彼慈 以丘婆失身 以为释法 令其成就 我们通常要用咬字来读 不是读咬 就是咬 好咬 就是好咬 不是好咬 而是咬 这是第八 现 这个是丘婆失 丘婆失三个字 亦都是翻译叫做近视男 若果有一类的男子 他很想到 想着我想出家 都不是那么容易 哎呀 出家这么难 我只能在家修行 在家我们要受三归 所谓归义佛 归义法 归义增 归义三归之后 就进一步要守持五戒 所谓咬慈五戒 为什么要守持五戒 因为能够守持五戒 就是为人天的恩 你能够守持五戒 可以保持永得的人身 所以五戒就为人天之恩 五戒也就是说 戒杀生 戒偷渡 戒邪淫戒 戒忘义戒饮酒 能够守持五戒 在家人可以结婚 在戒杀导淫妄之前 前面那四戒叫做性戒 叫做性罪 又叫做性戒 就是说如果你做了杀导淫妄 杀导淫妄 就算你不受戒 在香港不受戒也好 你犯了杀导淫妄 也一定是有罪的 这个叫做性戒 这个性戒的意思是天然的意思 很自然的 好像香港也有这样的戒律 政府也有这样的戒律 你不要说我不受戒 我杀人无罪 我偷渡无罪 你去抢劫一定是犯这个法律 你去邪淫 去强奸别人一定是犯罪 你去偷渡 骗骗骗骗的 这些人无罪一定是犯罪 就算你不是佛教徒 你不修行 不受戒 你都会犯罪 你的罪 你犯了杀导淫妄 这四种就叫做性罪 最后的酒 酒叫做遮罪 这个遮罪就是 就是说你受戒 你受戒才犯罪 因为佛就教你遮罪 不要喝酒 普通的人 本来普通人不是喝酒 不是喝酒 喝酒都会喝到犯罪 因为喝酒而犯罪 但是就不是叫做性罪 这个喝酒不受戒 就不是叫做性罪 你不受戒就叫做性罪 但是你受戒 你去喝酒 就犯了遮罪 再说如果我不受戒 犯了杀导淫妄 有罪 但是你受戒 就有两重罪 有性罪 比如我们受了五戒 有性罪 以及遮罪 你犯了酒戒 就是犯了遮罪 这个遮罪 就是喝酒的意思 叫做遮戒 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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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持五戒 古德解释 五戒即是瑜伽讲的五常 所谓不杀生 就是仁慈 佛教教我们不要杀害生灵 目的就是要培养我们的慈悲 仁慈的心 所以现在也有讲 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你看到他杀害那些生灵 这么惨 叫得这么凄惨 我们哪里吃得下呢 所以我们不要杀生 就是仁了 不要偷渡就是义了 我们做人要有仪器 人家没有钱 我有钱 上次去布施给人家 你还要偷了人家的钱 偷了 你富了 富有的人 如果不肯舍的 他都很俯虏 如果是穷人的 你偷了他 他真是很凄凄 即是没有这个义 就是不义 所以不偷渡 就是有这个义 不邪淫 就是礼貌 再加上夫妻要正式结合 但正式 夫妻结合之外 那些叫做邪淫 或者是强奸 不正当行为 那些叫做无礼 就是犯了邪淫 如果不邪淫 就是礼 不妄议 就是信 所以不要说大话 对人就是有信仰 这个人时时都是车大炮 谁会信呢 所以我们要说话 要有自重 自己珍重 不要常常骗人 就算说笑 都不要说大话 好一点 然后人家就有信心 这些就是不妄议 就是信 不喝酒 就是智了 因为你不喝酒 就不会乱性 就是令到我们 令到我们有智慧 是保留 不会胡作念为 因此有些人 是能够欢喜 做一个好人 他能够守持五戒 这个五戒五常 观世音菩萨 见了邪婆失身 远了邪婆失身 为他说法 教他如何来 这个陈奴 要三归五戒 然后在家 就要不舍妻子 而修凡能 这样教他遵守 这种人天之恩 第九 邪婆怡 若有女子五戒 自居我依比前 邪婆怡 身而非说法 令其成就 女子学佛 就叫做邪婆怡 凡乙是叫邪婆怡 翻译叫做近事女 这个是 又可以写为 是从事两个人的边 即是亲近 奉事三宝 而邪婆怡呢 翻译也都叫做 乌婆私骑 翻译叫做近事女 这是翻译 乌婆私骑 女人也可以在家修行 亲近三宝 所以有 女子五戒 自居 受三归之后 受五戒拜师来到指导 观世音菩萨 依比前 现邪婆怡身 现邪婆怡身 以为说法令其成就 请大家看第十的 内政女人 若有女人 内政立身 以修家国 我依比前 现女子身 以为 女子身 及各夫人 名归大家 以为事法令其成就 这个大家的家字 那个大姑 音是读孤字的 所以跟大家 这个是第十 现女人身 有些女人 是内政立身 为什么叫做内政呢 就是先先要修好自己 学一种孝敬 仁慈 对于父母要孝 雍姑要孝 有一种仁慈 爱护人来到 奉事上下 这种就叫做内政 叫一个叫做内子 旧时候就是 就是叫做内子 在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管理内的 所谓要孝敬父母 拥孤 朱孤就是 孤就是白宿 这个孤字是白宿 都要逢时这样 执行以内 能够自己 内政行得好 然后可以感化 那些爱的 又做一个女子 要精静勤健 要修女德 这样叫做立身 女子要做到精折 是无 无 上夫教子 如果一个男子 有一个好的妻子 去帮助你 这个男子也可以治理国家 我依比前 燃女子身 及各夫人 名父大姑 我读过姑字 那个家字 就读过姑字 观世音菩萨 燃女子身 或者是她燃的皇后身 她做到皇后 辅助这个国王治理国家 或者是国夫人 或者是皇夫人 即是一品夫人那些 名父大家 大姑 名父大姑 受到皇帝的封号 这个号名 叫做名父 大家都是才德兼备 所以叫做大姑 那她可以 是做皇帝的内功 那些皇后 公笨 才女 老师 所以叫做大姑 好像 历史有记载 那些女的 曹细宿的妻 就受皇帝 招她入宫 来做皇后 贵人的老师 做老师 所以世人都称她做曹大姑 这个曹大姑 即是她的才德兼备 可以做皇后 这个才女的老师 观世音菩萨 可能就是 她现一种的身 是扶你 这个国证 使得国家内政都能够调整 然后对外万民 然后自治 才能够可以安居乐业 请大家看经文同南 若有众生不坏男跟 我依比前 现同男身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这里就是 现同男 同女身 众生不坏男跟 即是她希望 是要做一个 同精 是不染着 世间的爱欲 不染着世间的淫欲 从来都不侵犯到 这些男女之爱 叫做不坏男跟 因为她希望 她能够守个同精 观世音菩萨 现同男身 为她说法 教她是脱离爱欲之法 令到她守精 让她顾精保原 成就她 这个同男身 令她成就 请大家看经文第十二 同女 若有此女 爱咬此身 不求侵暴 我依比前 现同女身 以为是法 令其成就 有些女子 亦都不喜欢嫁人 她是不喜欢 是喜欢做同女 所以若有处女 爱咬处女之身 不求侵暴 因为她 坚精自首 终身都是希望 独身旨意的 但是 世间所谓 男 就要有失 女 是要有家 有家失 男女匹配 但是有一些女 她不喜欢结婚 为什么 她不喜欢结婚 她不求侵暴 好像旧阵时 就是以前古代那些 万婚雅嫁 或者她不喜欢 这个男人 只是父母作主 信那些媒人 强迫她嫁人 结婚之后 又受到雍姑 很多的虐待 所以有些女人 就不愿意结婚 所以旧阵时那些 唱歌都有说 鸡公仔 美弯弯 做人媳妇 甚艰难 天天早起 都说硬 现在那些媳妇 就不用怕 现在做媳妇 反过来 现在她家姑起床 那些阿婆 那些煮了早餐 给她吃 给媳妇吃 但是现在就是 根据旧阵时那些古来说 做女人要有三从四得 所谓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令到女子一些主意都没有 样样都要跟随男子 但是女子 她也都有女人的气概 我要争取自由 我不喜欢受人家的侵暴 你无情情地拉我去结婚 跟我不相称的 不识 不识又要结婚 谁知道 那个男人 是不是大男人旨意呢 终身去服侍她 所以她就不求侵暴 她希望自己 希望自由自在 观世音菩萨就成就她的自然 令到她在此自见证 不受到人家来侵暴 令到她终身成为清静的处女 这就是叫做宴 这个同女身 说到那些 有很多那些马姐 筛不嫁那些 有些都不结婚的 我们认识很多 那时候的马姐 都出了家 打过那些住家工 久不久就回到大嶼山 保林子 担一些米担一些东西 给圣一法师 很多马姐跟圣一法师出家 老来他们的钱都放在上面 所以圣一法师那里 以前有很多我认识的马姐 全部都在上面出家 有些是往生了 有些还在 他们是做马姐的 他们是忠心为主的 他们是很純的 这些我跟他们在马一起 很清楚的 这个十二就讲完了 十二 现在讲的天龙 和这个天龙等狗 这个十二类讲了 请大家看天众 讲天人 若有诸天 咬出天轮 以上就是 就是刚才十二种人身 我们讲到 厌离 若有诸天 咬出天轮 而这个天身 以为是法令其成就 有些天人 就是讲这个天上 他本身是生到天 就是很好 很好地 为什么 有些天人 不喜欢做天呢 不做天人 因为他觉得做天 也都是很痛苦 所谓讲到天 是欲戒天 他也都有男女的爱慾 也都好像我们 人间一样 要睡觉 也都有斗争 有些天人 他是有善根 觉得做天 做天人 仍然有斗争 而且还有五须上 天福享尽 就要堕下来 所以那些诸天 就不宽利 在天上 做天 天那一类 伦略 他不宽利 做天人 他宽利 去哪里 或者他希望 翻翻做人 因为在人间 可以 直以佛陀出世 能够 闻佛法 闻佛说法 依法去修行 可以了脱生死 所以他就 咬出天伦 观世音菩萨 他就演个天身 为他说法 令其成就 请大家看经文 若有朱伦 咬出伦伦 我宴伦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就是宴这个龙身 龙的身 现在世界上 好像很少 见到龙 其实世界上 有没有龙 所谓龙来说 是有的 佛经处处都有 讲到龙 以及龙王 龙是凡以 凡以叫做 罗骑 翻译叫做龙 龙分有四种 一种就是守着天公的龙 他叫做龙 他要在天上 所以有时候做皇帝 他又称为龙 龙身龙殿 皇帝的宫殿 都成那些龙的模型 那做龙呢 那做龙呢 是他可以生天 可以做天皇的宫殿 可以守护这个宫殿 另一种叫做 这种叫做天公的龙 第二种就是轻云降雨的龙 现在科学这么昌明 就不相信 说落雨是由龙 旧阵时说 轻云降雨 是由这些龙 古时有历史 很多时候要求雨 要求这些龙王 第三种就是 这些是 这些是 缺江和湖 他开闭 那些江和湖 在人间那里 是江湖之中 就有龙了 他能够轻云降雨 能够守天公 那些就是天上的龙 比较有福 他是有 他是 他的江海之中 那些龙 就是在人间那里 第四就是守护这个服藏 他可以保护一种 这个埋伏 这些宝藏 他时尚保护人间那些宝藏 埋伏在那里 你哪个有福 他才可以得到 龙有鱼龙 所谓鱼可以化成龙 有马龙 马就是最超胜的那些 就是马龙 虽然那些形象 好像马匹 但是比普通马是高一点的 那些或者是千里马 血汗宝马 他很顺服于主人的那些 可以称为龙马 又有象龙 一种象可以成龙的 这种叫做蛇龙 但是那些龙 他是有福的 但是他有三种痛苦 虽然他是没有什么的味道 他都可以得吃 说那些龙最初一口吃到 就整口都是甲拐 甲腊的 他吃的那些东西 第一口吃到那些东西 就吃到那些甲拐 甲拐什么东西呢 就是像那些甲拐一样 就是那些甲拐 他吃到那种味道一样 他有第二种的虎 就是周身都是有龙的 有很多的龙室 时常咬他 第三种那些就是 吴公会吃他的脑 那些是小的虫 就会转他的身 有些就是很苦老 根据《阿含经》有讲到 龙有三种的过患 第一种 热的沙会烫他的身 沙就像海边的沙 太阳蒸晒 是很热的 龙在那里 是被那些热沙拿到身很凄凉 那些大风会吹坏他的龙宫 龙就受到金刺鸟 会吃它 金刺鸟就是一种的小鳥 叫做大鹏金刺鸟 这些金刺鸟的身形很大 普通的小鳥 或者是那些 或者是那些在海中 那些海鸥 担食一些鱼 那些是普通的 但是金刺鸟 他要吃龙才能够饱 所以他 给金刺鸟去吃 龙还有很多很多的 有很多的苦老 所以他就希望解脱这个龙身 这个龙的身 佛经有记载 那些龙在时尚给那些金刺鸟去吃 那就去求佛 要受三归衣 佛就把那些袈裟 撕开一条条给他 叫那些龙 叫那些龙 每人 在那个身上 潜着一条条的袈裟 他说 如果你潜着那些袈裟 今次就不敢吃你那些龙了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席于佛去救他 他们又没有佛法听 所以就很痛苦 用什么方法可以脱离这个龙身呢 有一部佛经 为什么会解释到 那些龙有四种的恩怨 第一种就是 他也行布施 即是欢喜施舍 本来欢喜施舍是好的 但是他欢喜施舍 而是亲恨 他是恶的 是亲的 欢喜施舍 所以他又有福 所以他做到龙 比其他畜生更加超胜 所以他有福 但是很可惜 他有亲恨心相当重 所以一是他报施 二是亲恨 第三是兴万人看人美 兴万人 第四是更高我慢 由于这四种所以就做龙 又在《阿含经》他们有说 由他在恩宗 这个亲恨心 特别重 做人的心 曲而不直 歪曲的心 事上反个威仪 不守个戒律 欢喜斗争 辽是斗非 虽然你说我欢喜布施去收福 那么你依然是要堕落做龙的 他堕落做龙 有时做到龙王 他有他的龙功 但是非常之华贵 现在说这一类的众生 他不喜欢做龙 所以咬出龙 龙 观世音菩萨 现同类的身 和他又演过龙身 为他说法 令到他成就 教他从此要舍弃亲恨 不要供高我慢 不要轻视人 慢慢地 慢慢地转变过来 这个龙身 慢慢地得到人的身 所以令他成就 这一科就是讲他 厌离 你不喜欢 哪一样东西观世音菩萨 令到他可以得到解脱 也就是在三十二种认身之中 第九步 这就是九步中 现龙身 若有若差 咬落本轮 我依比前 现若差身 以为是法 令其成就 第三是若差 这个若差身 凡以叫若差 凡以叫做 速疾 这一种的夜叉 就称为夜叉鬼 它非常迅速 所谓飞行夜叉 又叫做夜叉 若差 这个夜叉 都是一样 所以它翻译叫做 勇健 夜叉是翻译叫做勇健 因为它非常勇猛 这个夜叉 也翻译叫做暴恶 它是很凶恶 譬如它这一种的快速 好像四方八面 有人向它射箭 那样 这个若差 它一时之间 将这四支箭 它捉到的 我见到一种快速 敏捷 非常之厉害 夜叉 也都有它的痛苦 一日会受三种的痛苦 它希望解脱夜叉本身 所谓咬道本伦 希望能够道脱 自己本身一种 弱差的伦类 我依比前 就是观世音菩萨 它是能够 在弱差的面前 它演个弱差身 与它同类 就是同一样 为它讲经说法 教它 要修持爱 要尊敬三保 因为弱差 它也都好咬了佛法 同时 或者它有佛法的分杂 所以它也都希望转轮 是能够做人 而修行 观世音菩萨就为它 说法 令它转夜叉 而成就它 得到这个人的身 第四 若权太婆 弱太婆 咬脱其伦 我依比前 现拱太婆身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拱太婆 这三个字 叫做香音 它是闻香 就去滋养 就去滋养这个色身 就是铜利天公的奏乐神 铜利天的天王 它要娱乐 要开心的时候 它就烧一支香 这种就是权太婆 它闻香 就到天王的面前 奏乐 既然它做天王 做了奏乐师 当然 虽然它在天上 但是它不及得天人的享福 它也都希望转轮 投胎 不想做这个权太婆身 所以咬脱其伦 观世音菩萨 愿这个权太婆身 同他 同类 为他讲经说法 教他 你也都要修这个慈爱 修个十善慈戒 这样就可以转 这个权太婆身 成为人 下生 这个人间去修行 令到他成就 第五 阿修罗 若阿修罗 咬脱其伦 我依比前 然阿修罗身 以为说法令其成就 阿修罗 也都是一种的鬼神之类 反而叫做阿修罗 翻译叫做无端正 因为阿修罗男 他是非常丑陋的 很丑样的 但是阿修罗女 是生得相当端正 很漂亮的 现在这个男 那方面阿修罗 叫做无端正 阿修罗又翻译叫做非天 又说他有天人的福 就没有天人的德 因为阿修罗过去 因为阿修罗过去 也都做布施 所以他是有福的 但是他 也都有亲恨的 亲恨心相当重的 好杀 好食欲 好第一 所以变成了 做鬼神 做这一类的阿修罗类 在这个阿修罗类 有胎生的阿修罗 也都有卵生 有湿生 有化生的阿修罗 也有四种阿修罗类 有一些阿修罗 是有福的 他是住在天上 有一些是住在大海的 大海底的里面 但是阿修罗 也都有感觉到阿修罗类 是很痛苦 于是他也都希望 能够解脱他这一类的 伦类观世音菩萨 就能够信他的义 又现阿修罗类 为他说法 教他就不要 亲恨心这么重 要修慈悲 隐让 要教他修十善五戒 就可以脱离阿修罗 而得到成就为人 从人间慢慢去修行 第六 若紧拿罗 若紧拿罗 落咬脱其伦 我依彼全现 紧拿罗身 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紧拿罗 是凡以翻译 叫做疑神 亦都是鬼神之旅 为什么叫疑神呢 因为他生得非常丑陋 他头上有一只角 他不是一对的 是一只角 所以他那些是有怀疑他 就怀疑他都不是鬼 亦不是神 但是好像我们上面说 权达婆 阿修罗 至到现在我们说 紧拿罗 我们人间 见不到 因为他属于鬼神那一类 多数是住在 衰微山 宝山之中 他亦 都有他的宫殿 他过去亦曾经收复 而紧拿罗 因为他对三宝有怀疑 所以就叫做疑神 这一类 好像鬼 又不像鬼 神又不像神 就叫他做疑神 紧拿罗 虽然他是有福 但是他都是鬼神之一类 所以他亦都希望 能够解脱这一种的伦类 就是 咬脱其伦 观世音婆世亦都成就他 艳离 就要紧拿罗身 同他 来一种的伦类 为他来说法 令到他 能够脱离这个紧拿罗身 成就他这个人身 在八步之中 紧拿罗下面 应该还有一个叫做 罗骑罗 加流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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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就是金字了 请大家去看经文 若摩夫罗骑 咬脱其伦 我依比前 然摩夫 骑罗 身以为是法 令其成就 摩夫罗骑 又可以叫做 摩喉罗骑 在普门品里称为 摩喉罗骑 什么叫做 摩夫罗骑 摩夫罗骑 翻译叫做 大腹行 行 即是大蟒蛇 因为他的肚很大 是大蟒蛇 可以吃牛吃人 但是他是 在地上那一处 用肚来行 而这种大蟒蛇 又叫做地龙 大蟒蛇 当然也有他的痛苦 所以 拗脱其伦 上面说的那些龙 他可以在天上做龙 尚者都希望能够脱离 这个龙身 何况一种大蟒 大蟒蛇 他在地上 是龙 他是痛苦 很多的 所以固然 他也都希望能够脱离 这个龙类 当然也都有 也都是能够有机会 闻过佛法 知道可以转龙 所以他就希望 能够解脱 大蟒蛇 这种龙类 观世音菩萨 他说 我依比前 现摩佛罗其身 以为是法令其成就 敢做这一类 这些东西 种种的伦类 多数都是因中收个福 行个布施 多数也是亲恨心 非常之重 喜欢杀生食欲 所以他 所以他堕落这些鬼神之类 现在他希望转轮 这个人生可以收身解脱 观世音菩萨 天龙夜叉拳拳达薄 阿修罗 加流罗 紧拿罗 摩侯罗 骑 就是叫做八步之身 但通常我们会看电影 天龙八步 就是这个八步 八步就是他 佛经经常说天龙八步就是这八步 他既然受过佛法的分徒 亦都时尚拥护佛法 所以在于佛前 在于佛法 他的道场 时时都有天龙八步来拥护 现在我们讲人 所谓咬人修人 观世音菩萨 成就这些 有些人是厌离希望生生世世可以做人 但是上面好像我们也讲过是人 比如宰相 妇女 比丘 比丘 国王 宰相那些都是人生 但是讲那些人生 他希望得到转轮 但是现在这一类的人 讲这一类的人 就是他依然希望在人间之中做人 所以熬人修人 为什么他欢喜做人呢 依据经之中有讲 讲这个人字 为什么根据一部经讲 人者就是忍也 能够称得为人 就是一种忍耐性 好像我们做人 要忍耐一种 一种逆境和述境 和逆境 就可以做得人 有时候我们人生在世上 都不忍得所谓 人生 不疑已是上八九 有很多事 困厄 虎难 我们固然要忍受 顺境的时候 又不要沉迷下去 也都要忍受 所以称为人者 就是忍也 孟子有讲过人字 他说人者就是忍也 为什么做人呢 就有一些人 有一些个人 这些个人就是应该要有 测忍之心 所谓仁慈思心 所以叫做仁 如果做一个人 没有一个测忍之心 就非人也 所以 所以我们人应该有测忍之心 有一个同情心 就叫做得人 如果你是暴恶 残暴 没有测忍之心 依然是人 就不是叫做人 有这些人字是互相有保障 有了这个人 然后就可以生长 为什么 好像那些树木 比如那些树 那些土人 那些土里面有个人 吃那些土 土里面有一粒种子 没问题 如果那些人 就像一种乌子 那些人 就像一种乌子 有很多乌子 有很多乌子 有很多乌人 有时候叫做乌银 有时候叫叫乌银 又叫乌银 乌银 在乌银 又有些乌银 有这种乌银 人词之心 大家都可以保障能够生存 如果我们塞去这个人词之心 动不动就杀起来 那么我们哪处可以做人呢 哪处有保障 所以人要有人词的心 叫做人者 所以人 佛经有说 那个人者 这个人字 就是识意 为什么 这样就为之人 就是有一种记忆 一个人字就是说 这个意识 一个意也 在我们做人的一种特事 超胜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人 能够善意思维 能够有一种意念 因为我们是人 有一种记忆力 和畜生就不同 畜生记忆 很容易就忘记 比如那些猫 养了一些子女 带了它 过了一段时期 一分开就没多久 那些猫就不记得 这个猫妈妈了 但是我们人因为有记忆 就对于世事 很多的能够流传 很多 流传很多经验 因为有记忆 我们就会做很多 作为事 所以人 就是有 一种记忆的能力 是超胜 现在说的一种人 好像我们今生很僥倖 能够做到人 希望能够保持生生世世 都做人 有没有可能呢 亦都希望 在人之中 收回做人 叫做熬人收人 普遍一般人 他不懂得佛法 他以为做人 只是一世 有时说 我今世 我今世都顾不定 怎么顾得来世呢 原来好像 今生顾不定 今生顾不定 顾不到来世 但是其实 我们有智慧的人 不是只顾今人 也应该顾下 想到未来 不得顾念到今世 也顾念到来世 不可以说今生 只是 是今生 我们有机会 就要积福 希望来世能够保持 这个人生 不要说今生做了人 来世 不如做畜生 做畜生 被人屠杀 是相当痛苦的 所以有些有智慧的人 从今生做 希望来生 一样做人 我们又问 做人有什么好处呢 有时那些人 会觉得 做人很苦 他希望做 他不希望做人 有些人 他很愚蠢 他说 做人这么苦 他领做一只鳌鸟 一起床 就会支支渣渣 好像自由飞 于是他说 我来世希望做一只鳌鸟 那是不是呢 如果你希望做一只鳌鸟 那你就苦了 做了鳌鸟 就是堕落畜生之类 有人都不做鳌鸟 为什么 有人都不做 有人你都不做 为什么要做鳌鸟呢 就是他没有智慧 但是又听不过 听没听过 有人说佛法 他说 做人真是苦 想来想去 做什么好呢 有一种人说 很奇怪 他说做猪 为什么你喜欢做猪呢 这个是一个人 跟个法师说的 跟文身法师说 他说 肚饿 主人就要喂我吃 吃饱我就睡觉 临死 最多是汤猪一样 一刀就搞定了 死了就什么都算了 你说他多愚蠢 真正是有 真正是有 这样的人说的 他就很可惜 很可惜 他没有听过佛法 所以想来想去 不如去做猪吧 我们现在很幸运 能够知道佛法 所谓六道轮回 我们六道猪最好就是做人 所以佛经有说 做人是有七种的好词 哪七种呢 留下一次和大家说 因为这里也很长 哪七种做人是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留下一次和大家说 因为时间到了 大家来回向 愿意此功德 抱及这一切 我等以众生 皆共成不道 多谢您的观看 ah 再次 感谢观看